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寶 歡迎收看今天的農業氣候 首先來看看今天的天氣 今天台灣附近以外也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天氣的部分在財氣的時候比較穩定 也比較熱淡淡 高溫的部分都有機會來到33至36度 淡淡的時候 今天淡淡的貨物會比較明顯淡淡 百貨跟中南貨三塊的貨物會比較多 也有可能會比較明顯的地方影響到 請大家注意 另外現在府裡面當邊有一個方向的發展 這個鳳台是今年第九豪 它的名字叫做雷沙 它的名字是柬埔寨的豪 它是一個獵魚的男人的名字 這給我分享給你知道 另外再看看這幾天台灣附近的天氣 這幾天在拜四拜後 台灣附近受到雷沙颱風的影響 雷沙颱風在接近的過程中 它外面的風土會比較穩 天氣比較穩定 我們台灣在拜四拜後 就是在這個比較穩定的天氣裡面 所以說會沒了的豪 刷開的豪就比較不明顯 比較少但沒有了 現在看到在拜六 有可能這雷沙颱風的外圍 這些豪的豪會先進來 先影響到我們北部跟南部地區 另外呢 在拜六的時候 這雷沙颱風有可能會 刷進來我們台灣家附近 請你來比較注意一些 另外再來看看這幾天 河落後的狀況 我們剛才說到 拜四拜後 台灣附近的河會比較穩定一些 雷沙颱風也沒有河 但是河後的地方 落後的梁和它的京都會比較穩定一些 另外就是在拜六的時候 我們剛才說這雷沙颱風有可能會往北邊 還是比較穩定台灣 在拜六的時候 就是雷沙颱風以外面的風向的行李來 影響到我們北部跟南部地區 另外在拜六的時候 雷沙颱風以可能會穩定 比較穩定台灣 也有可能會直接登入 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現在雷沙颱風的預測 是變動度比較大 請你隨時留意最新的氣象情質 另外我們來看看這雷沙颱風 今天雷沙颱風也受到高壓浪灶的影響 跟我們的部分有可能會來到33至36度 這雷沙的影響也是比較危險的 請你就要比較注意 你如果在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就要比較注意這雷沙的危害 另外在山褲後 會不會後的熱對流也是比較明顯 但後來會被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也有可能會比較危險的地方影響到 另外就是我們這次最重要的 這三個風台 有可能會在禮拜六、禮拜的時候 比較穩定影響到我們台灣 也有可能會先從北邊走到 還有走到東邊比較遠離台灣 這都是現在看起來還有稍微可能 現在看起來 整個預報情質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你就要隨時去關心我們最新的氣象 另外這幾天因為比較少的關係 這個豪神的時間還在增加也會增加快 所以你的規矽就要比較注意 如果規矽沒有去錄到 或是在外面 就可能讓這些豪神吃掉 所以你就要去 重視國雲的果園清理的部分 把這些落去的水果 派的水果先把它掃掉 再不再去支撐到我們果園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們剛才有說到 這三個風台這個禮拜六、禮拜 比較穩定台灣 這個地方也要請你們先準備起來 去準備防台措施 最重要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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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